第四江贡康处仁波切 罗卓太爷是公认的伟大上师 1813年葬礼十月初时 诞生在西藏一个叫龙家的山谷 仁波切精通十种共鸣和圣意的知识 并扶其解说撰写法本的责任 其内容包含许多新旧秘序的法教 例如口传 言葬以及靖观等传承的教法 这些全收集在他的五宝藏里 通处仁波切受了135位以上 不同传承上师的教法后 与清哲 丘宁仁波切 共同发起西藏佛教 立美无分教派运动 如同第二佛班 他以其毕生所建立的教法 修行和事业 五分别地延续了各大传承的法脉 开启了巨异的大门 直接间接地利益了各方的众生 仁波切于1899年1月19日 以87岁的高宁远吉 第六章 修心的戒律 当我们一开始修习菩提心时 便要持守小圣 大圣 金刚圣的戒律 同时不要误解教义 例如 为消除我值 而做出自毁 或无意义的举动 我们应以古来 过清修生活的男女行者 为榜样 修行不能断章取义 不能仅容忍自家人的伤害 而无法接受邪灵冤亲的干扰 反之亦然 对待敌人 无法向宽戴自己的朋友 是不对的 同样的 对上述两者 采宽容的态度 却无法忍受自己的痛苦 例如病痛 也是不正确的 或许有时 我们可以忍受痛苦 借他修行 但反之 在顺境安乐时 也不应放松他 修行应平等无别 不应直取片段 这就是修习菩提心的戒律 我们必须继续朝这个方向 训练自己 修习菩提心 要将过去把自己的快乐 建筑在别人身上的习气 改正过来 一般来说 修习菩提心 必须十分严谨慎慎 但其成果 也是斐然的 我们应像其他法友 清净无扰 小心谨慎的修行 使自己的精神生活 日增圆满 平常误谈人之长短 这种不悦的话题 例如 修行者犯错 破戒等 我们应当面带微笑 心平气和地说些愉快的事 我们不应道人过失 不论他是一位普通人 或是修行者 见他人错误 应视其为自己的 并想 这位尊贵的人 并非我想象的那样 以前不是也有人 认为佛陀有缺失吗 以此认定 错误的是我们的心 谈到我们的心 我们应常检视它 确定五毒中 哪向最顽强 然后尽全力修行克服它 我们不应期待 修习菩提心 会得到任何利益 例如 我们也许会想 借它来降服邪灵摩擦 或征服歹徒 恶人 以博得他人尊敬赏识 我们必须放弃这种错误的修行 以及期盼 此生会获得幸福 名声等的想法 或希望来世生于富贵人家 甚至获得个人的解脱等 我们必须体认 修行时的指甲为真 把持我直的心态 就像吃下有毒的食物 必须排斥它 训练自己 观一切都是虚幻的 凡夫无时不顾及自己 不论何时何地 只考虑到自己本身的利益 如果有人损恼了它 便耿耿于怀 永不遗忘 因此 当我们修习菩提心时 更需常关心伤害我们的人 我们不要有幸灾乐祸的心理 尤其对批评我们者 我们不应反唇相机 反应本着良心 到其长处 我们很可能 对伤害我们的人 是记忆历久不忘 并伺机反击 但事实是 我们应尽可能帮助对方 甚为邪灵所扰时 亦应代以慈悲与爱心 不论在评论他人过失 或持猛咒驱除神鬼邪灵时 都不应使用任何造成他们精神伤害 痛苦的话语 我们不应使用欺骗的伎俩 把自己艰困的工作或障碍 加注于别人身上 而使一个弱者无法承担 塞马时 大家全神贯注在 跑得最快而得奖的马匹 但在佛法修行上 我们则不应期盼获得名利 得到更多好处 或利用各种方法 去获取财物等 我们不应在乎是否有这些利益 若认为接受失败挫折 是为了将来能得到更好的机会 修习菩提心是希望 能减轻自己的病苦 则这些都是错误的修行 不管快乐或痛苦到来 我们都不应陷入 期待或恐惧的罗网中 除了错误的修行外 还有 错误的知见 有神论与无神论 错误的修行 指自己的法为最高 认为除此无他 错误的行为 破三圣戒律 任何人 不管位高或位低 都可能因犯此过 而永无出轮回之日 甚多恶道 领受教法时 佛陀教导我们 要依法不依人 例如 金子的真伪 在于他本身的品质 而非贩卖的人 修习菩提心时 我们要避免变得 我的骄傲自大 修任何法门 都要按部就班 调伏己心 我们应使自己 成为所有众生 最谦卑的仆人 如果功德主往生 我便有食物吃 有供养拿 如果朋友死了 我便可以获得 他的藏书 和法物 如果同僚走了 我便可以独占好处 如果我的冤家 敌人死光 我就松了一口气 类似上面这种想法 要完全摒弃 我们的快乐 不应建筑在 别人的痛苦之上 也不应如此期盼 第七章 学习修心 任何情况 行住坐卧 吃饭 穿衣等 我们都不能舍离 利他之心 这是一种类似 相应法门的修法 修习菩提心时 如果病痛打击我们 他人批评我们 冤家攻击我们 以致情绪低落 无心修行时 此时只有一副 最恰当的药方 我们要思维 如果此事 发生在我身上 同样的 也有很多其他的人 会遭受这样的痛苦 这时我们应对他们 伸出慈悲心 将他们的痛苦 承受过来 我们要坚定意志 决心这一天 与恶菩提心 绝不相离 晚上回想一天 所思所为 仔细检讨 若有发现 与菩提心 相为之处 要马上忏悔 誓愿不再重犯 如果日常生活中 我们的菩提心的修行 很顺利 应感到欣慰 并祈愿能更精进增长 无论遇上什么情况 快乐或悲伤的 都必须要能包容 有耐心 如果己身 遭遇极大的不幸 或痛苦 更因观视别人之痛 为己痛 当下承受 借此修行 以亲近我们的业障力源 如果恰处顺遂的环境中 更应不忘在安乐中修行 我们捐钱出力 尽量积聚功德 并齐众生的福祉 训练修行时 要适乎信守三圣戒律 它们是现世 未来 一切幸福的根源 总之 我们的一切作为 都必须以众生的福祉 为考量 完全不设一点私意 妄念起时 起初 我们很难察觉 后来 也不易停止 因此 当烦恼业障 现前时 我们要马上认知 并利用学过的方法 舍掉它 然后告诉自己 绝不再发生 修习佛法时 我们需要一位好上师 正确的态度 适当的物质环境 例如 食物 衣服 禁房等等 如果一切配合得当 我们应该庆幸 并祈愿别人 也拥有如我们 同样的福报 如果没有 则我们应残修慈悲心 承担他人不幸 一如己难 大圣佛法的功德 与利益 端赖上师的指导教诲 因此 我们要对他 潜信不渝 菩提心的修行 是大圣佛法的精髓 因永不退转 同时 我们要永远 互持三圣戒律 舍离身口意 诸二业 请修善业功德 无论何种因缘际会 人 自然界 地水火风等 神鬼 非人等 我们都要无分别地 借此修习菩提心 尽全力将其融入修行 我们应善用逆缘 视其为增上修行的良机 例如恩将仇报之人 竞争的敌手 损人的宁友 同时 我们要更小心 不要假借维护与上师 父母 亲友的善缘 而伤害到别人 我们不应把个人的健康 财富 名誉等 做第一考量 环境适当 正好修心 如无 更应借此修 恶菩提心 总之 我们要把菩提心的修行 置于一切之上 我们必须开始 做一生当中 最重要的一件事 过去我们已浪费了无数节 再六道轮回 未来有否似今日的良机 人属未知 现在我们已得人生 并遇正法 正是一个千载难逢 可以圆满我们生命意义的机会 因此此时此刻 我们就应立即将修行付诸实行 为来生而修 叫今生为之重要 求取轮回的解脱 更叫来生重要 他人的利益 重于自己的 实修 重于研习 菩提心的修行 则超乎一切之上 由上师直接教导 比自己参考书本为佳 坐在普团上 是此中最具体的修行 我们必须舍弃 修行上一些错误的心态 忍受响敌 互有的万难 却不能忍受修行的艰苦 这是错误的耐心 祈求财富享乐 却不思修行 这是错误的欲求 单于拥有财富的快乐 却不稀罕 沿袭修行佛法的喜乐 这是错误的生活体验 同情勤修佛法 而遭不幸者 却不愿怜悯作恶之歹徒 这是错误的慈悲心 鼓励依赖我们者 追求物质生活 却不鼓励他亲近佛法 这是错误的教导 对他人幸灾乐祸 遇见失败为快 对世间的幸福 美德 也无随喜之心 这是错误的侧疑心 以上六种错误的心态 必须随时舍弃纠正 偶尔修持 并无法让我们 对佛法产生坚定的信心 我们必须专心一致 心无旁骛 全心全意投入修行 我们应随时检视自己 正想一个 让五毒生起的对境之人 或悟 观察读念是否生起 若是 则强迫以早先 所教之法对治 我们以同样的方法 观察我执 如果似乎骗寻不着 便想出一个让贪念 或称念身体的对境之人 或悟 如果因而认知我执 便做自他交换的禅修 我们不应嫉妒他人 他人瞧不起 或别损我们 也不要抱怨或难过 让修行成为一个 对治我值的良药 修行 利他行善 均不应期望有任何功德 或他人的赞美 以上是本节的教法 可助我们正确的修行 日日增长进步 这是一个无论个人 生活 情感 以及未来 都在极具改变的历史时代 暴乱纷争 层出不穷 乐因减少 许多法教 已不足以应付修习 菩提心之行者 虽有许多阻碍困难 但亦凡可利用它 成就善行资良 好似在火上天才助燃般 无毒和障碍 都能转为解脱道上的助缘 这是一个很殊胜的法门 适合所有善顿根弃者 第二篇 传承的教导补充 本章我们选择 任波切所写的 长篇修心祈祷文 加以阐述 此篇祈祷文 主要是指导 做自他交换的禅修 特点在于 他应用了金刚圣的建帝 借着承担众生的业因 例如称 和业果 生于大寒热地狱之苦 回师以相反的功德 无称的爱心与善行 六道因此得度而空 这也是前述相对菩提心的修法 讲共康处仁波切 进一步要我们 观想众生 证悟五方佛部的 观音声与智慧 称独转为大圆进制 利欲众生 则化为金刚部观音 五毒 五智 以及五佛部之间的关系 就是金刚圣佛法的基础 修心祈祷文 菩提心海入门 想及修悟菩提心 至最高圆满境界的 圣观音与诸佛菩萨 我发愿 为自己及片虚空众生 修持菩提心 愿我涉入所有众生的贪欲 以及恶鬼道的饥可苦 并将我无所贪然的清净 与善根 回向片虚空众生 愿贪夜之恶鬼道 因此得度而空 众生亦得正妙观察至 成就莲花布观音 愿我涉入所有众生的称独 以及大寒热地狱的苦暴 并将我无称的慈悲 与善根 回向片虚空众生 愿称夜之地狱道 因此得度而空 众生亦得正大元净智 成就金刚布观音 愿我涉入所有众生的无名痴暗 以及畜生道之鱼痴暗顿苦 并将我光明的法性智慧 与善根 回向片虚空众生 愿痴夜之畜生道 因此得度而空 众生并得正法界体性智 成就佛布观音 愿我涉入所有众生的残疑忌疾 内心折磨 以及阿修罗道之争斗苦 并将我身口意之包容 与善根 回向片虚空众生 愿我涉入所有众生的共高我慢 以及天道之死亡下最苦 并将我谦卑的精进与善根 回向片虚空众生 愿受死亡下最苦的天道 因此得度而空 众生亦得正平等性智 成就宝布观音 愿我涉入所有众生 无始来之夜报 以及生老病死苦 并将我无始来之身口意功德 回向片虚空众生 愿受别离贫苦之苦的人道 因此得度而空 众生亦得正聚生智 成就清净法身观音 愿我涉入所有众生 破毁三圣戒律之过失 并将我护持三圣戒律的功德 回向片虚空众生 愿三界因此清净 无一丝污睹 众生亦成就 总持五佛部之金刚萨舵 愿我涉入所有众生 短命之因的杀身 毁佛 邦法等业 并将我护持三宝 与有爱有情之功德 回向片虚空众生 愿非时之死 永远不再发生 众生亦得成就 金刚不坏之常受佛 愿我涉入所有众生 气脉 淋巴 肝胆 等方面的疾病 并将我慈爱有情 及施药功德之善根 回向片虚空众生 愿众生 得以清净三毒业病 成就蓝光生 药师佛 愿我涉入所有众生 偷窃 不予而取 以及贫苦 饥渴之果报 并将我财 法师之功德 回向片虚空众生 愿众生福报自然具足 拥有满天的财富 愿我涉入所有众生 极恶之行 以及多生恶趣之果报 并将我发菩提心 与修习实善之功德 回向片虚空众生 愿众生 得生于阿弥陀佛 与金刚不动佛等之净土 愿我涉入所有众生 貌睹三宝等邪见 所生起之修行障碍 并将我奉行 信念行之善根 回向片虚空众生 愿众生生性因果 情修善行 诸恶莫作 愿我涉入所有众生 誓己为敌之止我 所生起的贪嗔毒 并将我肆无量心之善根 回向片虚空众生 愿众生 生起慈悲喜舍 肆无量心 愿我涉入所有众生 指甲向 妄想为真的诸苦之音 并将人无我的空性体验 回向片虚空众生 愿众生 终正空性 了物圆容 无爱的佛性 总而言之 愿我涉入所有众生的 愿赠慧苦 爱别离苦 五因赤胜苦 求不得苦 以及诸种逆源 意外灾难 无偿之苦等 愿我毫不犹豫地承担一切 并将三世所积的功德善业 财富 权力 生命等 无分别地回向所有众生 愿众生获得安乐 驱入菩萨道 所有与我皆有善恶原者 曾为我讲经说法 鼓励修善者 咒供我食 乃供我饮 以养命者 诚心供养我饮食 财务者 信心不拒 恶意批评我者 偷我 打我 击倒我 对我心存恶意者 总之 所有曾见我 无我名 私我功过 甚为我鼻息所处者 愿他们的业障 均能净除 由圣观音 带领进入弥陀净土 愿我的身口异事业 甚至身体之气味 都仅为力重而存伴 愿伤我身 取我命者 真或邪灵 均能先我而成佛 愿他们丝毫不受 对我造业之果报 如果我们简师我值 便会了解 究竟上它并非真实存在 就如梦中幻境 水中月影 或海市圣楼般 欺骗了我们大家 在究竟空性里 人、我、邪灵、魔障、神鬼等 无一不是平等的 只是我们没有掌握空性之正义 而相对上来说 无一众生过去不曾为我父母 而世间无人更叫母亲仁慈的了 但我们却对前世的母亲产生恶意 意起他们的慈爱 愿我将一切功德成就 回向他们 自己承担一切痛苦与灾难 借此 我深切祈愿 所有众生的业障 都能清净 圆满积聚福慧二资粮 愿一切友情 升起珍贵的菩提心 诸佛圆满之法道 空性与慈悲之精髓 也愿终能得正 圆容无碍之福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任养代替购买